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批节目跟着镜头去吃美食 节目开始呢 我们先到乔州的一家 专卖意识料理的洋食餐厅 这里每天用餐时间 店里总是座无虚席 夜者未绕让涛客有更多元的选择 特地北上南投 像做汤阿嘎老店的属富学艺 结合了异国以及台式的腌料 再搭配美生菜 柠檬汁以及酱汁 创新推出了轰炸机 口味很独特 大受欢迎 成为店内热卖的餐点 肉质鲜嫩多汁的烤鸡 就连小妹妹都比赞 炒着还要吃 炒着这家意识料理洋食餐厅 以独家设计的意识菜肴文明 不少乡亲都是这儿的死忠顾客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 促使店家老板 开启想要发掘新产品的想法 特地北上南投 像老店学艺 做意大利面焗烤炖饭已经三年多 后来想说就有一次客人进来就说 你们这边只有意大利面 没有其他的商品吗 我说没有 他们就转头出去 我就严正正的看着客人走出去 那想说好那我就来准备一些新的产品了 那我就想到说我叔父那边很多一些配方 秘方等着我去挖掘 所以我从常常去南投那边 去跟他挖掘这新的商品 取名轰炸鸡的特色烤鸡端上桌 大家纷纷拿起手套分食 大口咬下外皮酥脆 肉质鲜嫩多汁 香甜的鸡油都锁在里头 让韬客们赞不绝口 因为我们不是在地人 我们是从高雄过来 那因为工作的需求 所以我们都会来潮州这边 那我觉得我们每次来都一定要来这里吃 因为它的餐点是真的是很特别 而且这个鸡它算是 我们刚刚有吃它的 虽然说外面是酥脆 但是它油都锁在里面 所以我们一扒开它的油都在里面 所以非常厉害 他们的烤鸡就特别的 就是跟以往就是吃过都不太一样 就是非常的那种就是 它的香气非常的逼人 然后就是口感就是 会让人在一直很想要再来吃 我的表妹她是潮州当地人 那她是一个美食达人 她说呢 这是她吃过最好吃的烤鸡 所以今天要邀我们一起来 结果真的如鸡面 真的非常的juicy 而且连那个鸡胸肉都不柴 非常的好吃 她教我怎么用配方 教我怎么用配方 怎么去腌制一只鸡 然后再来跟一些前辈请教 然后看一些Google 然后看怎么用 总不能做得像传统的那种 阿鸡的店 因为我们是洋食馆 所以我把它做得比较像 有点洋食 有点美派的感觉 所以我把它 因为我是生机去烤 所以需要足足烤一个小时 它的外皮会比较酥雀 然后它的汤汁是锁在里面 是比较鲜甜 从熟赋奈尔席的汤阿鸡的做法 但却不想被局限住 或与餐厅理念相差太远 因此业者努力研究 将汤阿鸡的腌料做变化 搭配美式生菜 及柠檬汁等特色酱汁 要让这美味的烤鸡 很有洋食风味 酱料腌得蛮入味的 然后火候也掌控得很好 因为就是还蛮多汁的 因为一般烤鸡有时候 吃起来会比较柴一点 西胸肉的部分 对 但是它的不会 很好吃 然后又可以搭配生菜跟柠檬汁 还蛮特别的 CP值蛮高的 对啊 餐点都很棒 尤其是他们的烤鸡 很棒 烤得很入味 对 然后 变很熟 就是吃了你还会想再来吃一次 然后这鸡也很有味道 很香 然后又够油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 我会研发一些酱汁 比如说阿根廷酱 一些很多种酱汁 然后去蘸那个酱汁 吃起来会比较美式一点 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 才不会想说 要吃这个来对吃就有了 所以我比较喜欢把它做成 比较洋式的感觉 业者强调 目前烤鸡也提供外带服务 但因为要烤足足一个小时 因此不管是内用或外带 仍需事先预定购买 而除了原本的应食餐点甜品 店家也陆续新增锅物的内容 期盼实践梦想的历程 能让地方有更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屏东市不提杨正义采访报道 好 潮州有这个独特口味的轰炸鸡 而在屏东市有一家传统料理业者 则是开发了创意料理面包鸡 做工可以说是相当的繁复 鸡呢得先用特效的香料腌制一天 接着再放进瓮里烧烤一小时 然后再用手工面团包裹起来 最后再放进烤箱里去烤 吃起来这个面包的皮是外脆内软 鸡肉鲜嫩多汁 想要吃最好先预定 才不会白跑一趟 这家人要庆生 小朋友好期待吹蜡烛切蛋糕 不过礼盒拿出来的却是这个大面包 这就是屏东市这家传统料理餐厅 推出的创意料理面包鸡 好特别 哇 是什么 打开是什么 大家充满期待 剪开法国面包 里面竟然包着好大的一只烤鸡 大人小孩都感到惊喜 裹在面包里的烤鸡 香气阵阵扑鼻 这鸡烤得鲜嫩一把就开 还有这面包吸满了鸡汁 送进嘴里进食香气 而鸡肉更是不用说 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 有烤鸡的味道 然后那个法国面包非常的脆 也非常的香 超好吃的 一鸡两吃 就是外面皮外面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软的 所以很脆很香 对 里面软的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有那个鸡的味道 上面还油油亮亮的 这是那个鸡汁油吗 所以最酥酥的 鸡汁油好香 小朋友也可以吃哦 小朋友很营养 好好吃 好吃 让大人小孩都说好吃的面包烤鸡 其实做工相当的反复 来看看面包鸡的制作过程 师傅先在鸡肚鸡身抹上了特制香料 还要帮鸡按摩好入味 接着把辣椒跟葱 再塞进肚子里去腥增加香味 腌制一天后 再送进瓮里去焖烧 大火之后还要小火焖40分钟 这时候师傅开始忙着揉面团 等着鸡烤到半熟 再用面团把整只鸡裹起来 最后送进烤箱相当费功 面团里面的部分 是可以吸取到少量的鸡的 流出来的油脂 所以我们吃起来的口感 外面是可以吃到 它面团的外面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部分 面团里面的部分是软的 然后可以吃到这个鸡 我们这个腌制的鸡的香气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味道 然后如果觉得说 有觉得说口味不够的地方 我们是有我们的鸡油 还有我们的黑胡椒酱 这家以传统料理为主的餐厅 为了迎合现代人喜新求变 业者特别推出完全手工制作的面包机 做工相当的反复 面包外脆内软 还有机质的香甜 鸡肉Q嫩滑口 口感独特 吃过的都说赞 如果你也想品尝这道创意料理面包机 建议提前预定 才不会白跑一趟 屏东西文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导 为让家中有小小孩的爸妈 到餐厅能够安心地吃饭 不必为了看顾孩子而伤脑筋 屏东市水源街 有一间餐厅打造了充满童趣的游戏空间 搭配可爱的动物主题 超级卡哇伊 才开幕不久 就吸引民众一事成主顾 开心玩球 再到帐篷里来个穿越爬行 小朋友进行玩乐相当高兴 可别以为这是百货公司的有乐区 这可是屏东市一家餐厅 贴心为家长所做的文心设计 规划舒适环境 打造专属小朋友的游戏区 要让前来用餐的爸妈 不必为了担心孩子没人照顾 吃饭吃得不安心 现在我们有小朋友 我们都是尽量找这种亲子餐厅 因为可以比较好敬照顾小朋友 小朋友不可能在整个餐桌上 在安静的用餐 他还是会跑出去玩的 所以有这种亲子餐厅 就是尽量选择这种亲子餐厅 就近照顾 大人可以吃饭 小朋友也可以游戏 这边的环境 其实应该都是说 是为了小孩子营造的 像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 所以一进来就感觉就是亲子餐厅 让小朋友跟家长都可以体验到 就是一种红色环境 粉色吊戏搭配动物彩绘 及卡娃伊的玩偶版式 业者说 可爱的动物很是冷遇 也代表孩子无邪纯真的同性 因此选择以动物为主题 设计儿童游戏区 让孩子能尽情玩耍 开心玩乐趣 那动物方程式主要是以动物世界为主軸 对那我们就是觉得动物很可爱很天真 对那相信大家在这个环境下用餐 一定是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 对那为小朋友我们有设立了有儿童游戏区 对让小朋友来这里可以开开心心的用餐 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说 孩子会哭哭闹闹没得完 强调亲子餐厅特色 但在餐点料理上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吃了品相多样化 价格也是贵 不管是锅物 意大利面或是简餐 配料丰富澎湃 美味可口 顾客大赞 嬉皮居高 它的那个材料很好 很实战 很新鲜 很新鲜 汤头又很好喝 超好的 真的 朋友知道可以大家都买 你今年都挺重的 我刚吃点那个拼盘 它的韩鸡就不甜 真的超好吃 很甜又很滴腻 真的好吃 每一样都好吃 一开始的配菜 就觉得还蛮多的 它高粒菜我到现在还没有下 我已经快吃 有点饱了 它还有菜的部分 还有 还有冬粉 对 鸡皮质很高 对 以这个价位跟它的料的丰富度 业者说 近年的食安问题 令民众吃得不放心 为了确保品质 预降低食安风险 所以有食材选用 坚持亲自挑选采买 做好把关工作 也不添加人工化学原料 以新鲜蔬果熬煮汤头 让民众享用美食 不必怕造成身体负担 那食材的部分我们也非常严格的把关 对 我们的高汤是使用蔬菜熬出来的鲜甜的甜度 对 然后加入了甘草粉 跟一些的糖 没有添加味精 所以喝完我们的高汤之后 不会觉得口渴 对 就是没有负担 然后会在喉咙那回甘的感觉 评农今年陆续开设亲子主题餐厅 每间主打风格不尽相同 但共同特色是 拥有让家长放心的游戏空间 这家动物方程式餐厅 主打可爱动物陪大小朋友开心用餐 加上安心的食材 丰富的配料 吸引家长 携带小朋友前来享受温馨时光 评农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 好 吃完了特色餐厅料理 来去吃小吃 常治乡民苏秀锦因为爱吃肉丸 更觉得肉丸比猪排还要美味 所以在屏东市开了紧记肉圆店 没有像知名的店家学艺 而是靠着夫家大姐教导 还有自行研究 苏秀锦坚持用纯再来米磨浆 和地瓜粉制作肉圆的外皮 并且选用体味比较少的母猪肉 手工切块腌制内馅 真材实料 分量十足 深受顾客的喜爱 闯出知名度 上门顾客络绎不绝 店内也作无虚席 为在屏东市大连路上的这家紧记肉圆 和屏东市多家传承多代 或开业超过一甲子的知名肉圆老店相比 虽仅有二十多年历史 但口碑却不输在地老店 业者舒秀锦是常治乡人 因为自己爱吃肉圆 所以干脆开启肉圆店满足口具 因为她说吃品了各式美食 还是觉得肉圆最具有在地特色 深得民心 吃肉圆是平民美食 是一种很享受的 在我们年轻的年代 吃肉圆是一种很享受的 比吃猪排还要享受 没向知名肉圆老店拜师学艺 苏秀锦靠着夫家姐姐交道 并且自行研究 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好思维 店家现场制作 新鲜有保证 悄悄业者不手软地抓起一把肉块 接着填满粉浆 再送进蒸笼吹蒸 不一会儿时间 一粒粒外表经营剔透 内馅扎实的软Q肉圆出炉 再加入香菜 蒜末 酱汁调味后 就可完美上桌 这里的肉圆分量比市面上再大些 一个大男人吃个三粒 就会感到饱足 很多消费者一吃成竹骨 肉吃肉很大块 然后皮很软这样 那口感很棒 蛮Q的 对 它肉还蛮扎实这样 业者说 他们家肉圆好吃的秘诀 就是坚持使用再来米磨浆 混合地瓜粉 制作肉圆外皮 并且选用体味较少的母猪肉 手工切块 加入独家调制的配方 腌制成内馅 香气独特 口感迷人 它的肉圆不错 好吃 它味道也很香 就是它的嚼劲 就是它的肉的嚼劲好吃 它味道更香 它味道更香 比较坦 更加人的味道 他们就多了一点中药的味道 对 然后比较 肉会比较Q一点 对 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实现 我还是坚持像原来学的这样子 我就用再来米 然后再加地瓜粉 这样 那我们的猪肉 我们都跟我们配合的店家 我们都要求要用那个母猪 因为母猪不会有体味 那个公猪有时候会有味道 所以我们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坚持的 业者强调只要食材新鲜 不必过度调味 就能吃出本身的甜美滋味 因此他坚持减少人工化学调味 为民众使得安全把关 我比较坚持的就是说 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个很多化学 或是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尽量以食物为主这样子 我在添加的东西都是以食物为主 因为我们吃进去肚子 毕竟是 吃久了怕会也会不好啊 业者的用心 顾客一吃久知道 招牌肉圆是美味上门消费者弊店 这里还有许多餐点可选择 四神汤肉羹还有锅烧系列 爱吃哪种口味的小吃 这里都能满足顾客多元需求 拼动新闻蔡理环卫德卫采访报道 镜头转到万轮 这里有一间传承百年的手工板条店 目前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以手工现切现卖的板条 搭配自制的油葱酥 以及独家调配的秘方 入获了不少韬客的心 许多当地的民众都是从小吃到老 即使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但是传统口味始终如鸡 不少阿公阿嬷都会带着孙子 来这里品尝这个道地客家的怀旧滋味 将猪嫩滑身的手工板条 快速烹煮后放进碗里 淋上传统咸酱以及克制油葱酥 放上新鲜五花肉片 这道地的客装板条可是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许多民众都是从小吃到大 即使铃香除外工作 亦有时间一定要回来报到 这人吃得大了 到这儿 全天在台南休息才吃的 口味很道地 很好吃 就坚持传统啊 就是板条都是手工板条 不是 现在几乎万软美容 手工板条很少了 真的哦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坚持用手工 手工板条为什么吃得最好 它的 那怎么讲 它吃起来比较Q 比较滑 手工线切板条比立即口感 都与机器板条较不相同 这个以再来米打成浆 经由细切刀工所完成的手工板条 搭配上曾煮腹传承下来的传统秘方 使得板条相丘入柜 让人不禁一口接一口 如果吃别家的还不太习惯 因为从小就开始吃 对 它已经吃了三十几年了 好吃啊 你去看 它不是用机器的呢 用人工的呢 重点就是要手工的 手工的板条 还有就是每天先炸的油葱酥 最重要这样 一直传承就是说味道不要变 从我 我祖母 然后我妈妈到我这样 虽然味道都没有变这样 除了传统客家板条 店里穿烫小菜也很高人气 像粉肠粉干五花肉猪皮等 简单美味 且做多少卖多少 因此想吃的民众可要早点来 才能品味着传承四代 延续百年的到底客装味 评论是我们的庭章 这好采访报道 而竹田俄伦社区长春亭前面 有一家没有店名的小面摊 业者陈子文为了要就近的照顾家人 回乡来接下姑姑所经营的老面店 以客家的面食为主 而且保留了传统的家乡味 用碗豆制作配料 重现以往客装家常料理 让许多中老年的乡亲 都会到这里怀念儿时记忆中的美味 利落将面条捞起 淋上大把的自制香脆油葱酥 几毒门酱汁 让这古早味的传统拌面更甜风味 这家位在长春亭前的老面摊 从接手姑姑经营后已迈入将近30个年头 面定传统面食 卤米苔木 板条 干汤面等为主 而为了保留家乡味 业者陈子文每天都会用碗豆 製作配料搭配拌面 让乡亲一起怀念的传统滋味 老祖父啊 我天天中午在这边吃 真的喔 很多人说这个现在这家算老店了对不对 老店啊 觉得他们的口味是属于比较传统吗 对 这是客家的家常菜嘛 你半条面都好吃 觉得他们是属于什么口味 比较传统 古早味 古早味 比较传统的 以客庄道地小吃为主轴 除了基本的面食类 陈子文更自制独家小菜 卤粉肠豆干 偶尔还会自己腌萝卜 虽然料理简单 但却紧紧抓住头科的胃 我喜欢吃这家的 就觉得我喜欢 它就是满清淡 不会很油腻 这样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样啊 就是干面啊 汤面啊 那些混沌啊 都有啊 小菜呢 小菜就比较简单的而已啊 就粉肠啊 豆干啊 还有什么 有时候腌个萝卜啊 还是怎样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用的 对啊 虽然这家面店没有招牌 但只要提起 二轮村的老面店 几乎社区人人知晓 对村里人来说 老面摊就像自家厨房一样自在 而近期二轮积极发展 彩绘村及老街观光 欢迎单车客踊跃到访 也能顺道来 吃上一碗古早味 冰东书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家住林边乡的大陆配偶刘远 所以几年前嫁来台湾 和丈夫一同贷款经营拉面店 不料店家才刚成立不久 就受到巴巴水灾的无情肆虐 所有的心血毁于一旦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反而是更加努力的投入重建 如今拉面店已经成为地方的人气美食店家 他也新增了自己自制的关东煮 麻辣鸭鞋等餐点 要让乡亲用平时的价格就可以吃到美味小吃 这锅浓郁的卤白色汤底是集结了猪大骨 蔬果等熬制的汤头 将汤要进碗里放入Q弹面条 以及叉烧糖心蛋等配料 一碗料多实在的豚骨拉面就完成了 汤头浓郁味美 配料丰富实在 开业近九年来成功卤获不少陶科的心 他真的汤头很棒 而且料很充足 像那个牛棒 牛棒也是屏东归来的名产 真的 然后芝麻超多的 很香 觉得他们用料很实在 非常实在 老板跟老板娘都很熟啊 老板娘是对岸嫁来这边的 那个渠道好老婆 这个店很棒 我说他们的面在高雄 应该可以卖到至少120 可是他只有卖7、80 真的是CP值超高的 我们的脱售全部用猪大骨 用最好的猪大骨 骨水的那部分去熬大骨汤 而且完全不添加化学的东西 对 那个汤头就是比较浓 比较昌 比较香 它等于牛奶四倍的概率 所以我们觉得大人小孩啊 老人吃的都很健康 家住林边乡的大陆配偶刘远岁 嫁来台湾后 与丈夫一同贷款 加蒙拉面店 不料才刚开业 不久就受到爸爸水灾的无情肆虐 所有心血都毁于一旦 灾后还面临先生患病之苦 但刘远岁一肩扛气 凭着坚强的毅力解决心 投入重建并重新开业 就是说当时的一种意念就是说 我要把最好的品质 低价位高品质的东西 来呈现给我的客人 就是把我们都用在地的食材 用最原质最好的东西 给我的客人 我们的东西 一般都不添加化学的东西 最原味 最原质 希望带给客人最美味 最健康的食物 这面东西蛮好吃的 已经来第二次了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吃 那个比较地狱辣面 哦 那他们家的地狱 你觉得味道够吗 真的不错 你是喜欢吃很辣的人吗 还好我点中辣而已 所以觉得 蛮好吃的 面也不错 这麻辣鸭鞋与豆腐是店家招牌 一旁的自制关东主 也是店家亲自挑选食材制作的 重建过后的拉面店 除了延续好口碑 店家也陆续新增并研发产品 希望让客人有更多元选择 每一个关东主 都是经过我经挑蟹神车来的东西 它比较有些薯工的 几乎都是用薯工做的东西 每一个都是很好吃啊 对 那都是你们自己演发的吗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去挑选 自己研发出来的东西 那要反过去试吗 对 一定要每一个东西自己 觉得好吃自己可以接触的东西 我才可以呈生给我的客人 Q嫩有弹性的面条 搭配如纸般浓郁的汤头 令人赞不折口 新鲜手工关东主 每一口都让人有幸福滋味 这样的真材实料 就像老板娘的用心及毅力一样 继续传递给更多人 屏东讯文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好的 看完节目之后 是不是觉得肚子饿了呢 如果有机会到这些乡镇 或许可以去试试我们所报道的美食 给在地的业者支持建议 而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店家资讯呢 都可以上到YouTube 来搜寻屏东美食APP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咯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